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晚的节目主持 逐渐积在央视众多女主持中的地位其实 虽说朱迅的年龄在所有的女主持中属于较小的一个 但是他成名的时间却是最早的 早在1987年 年仅14岁的朱迅 又被选拔成为了中央电视台青少年部 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便顺利出道 而且朱迅除了主持的身份之外 他还是一位演员 这也是在央视所有主持之中 为数不多涉及演戏的主持人 1988年年仅15岁的朱迅 就出演了电影《摇滚青年》 让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小明星这部电影 可以说是中国影史上第一部歌舞题材的电影 当时这部剧的南一号是陶金也是这部电影 让霹雳舞火遍全国 而朱迅也是凭借这部电影 真正走上了明星的道路 其实 这部《摇滚青年》最初找的是朱迅的姐姐 因为姐姐没有单人的照片 于是 给导演的是一张朱迅跟姐姐的合照 也正是如此导演一眼相中容貌 更加出彩朱迅 这才开启了他的星光大道 在《摇滚青年》播出之后 朱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明星 但是那时候的朱迅 一心只想像姐姐那样出国学习 于是 推掉了很多片 用前往日本进行深造 凭借摇滚青年的影响力 朱迅在日本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 当时 很多广告电影找上门来 但是朱迅有三个原则 反华的戏不接接吻的戏不接 暴露的戏不接这样一来 还真就没什么可以拍的了朱迅 为了生活费 不得已进行打工 在朱迅大二那年这种情况终于有了好转 通过朋友的介绍 朱迅成功获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一份主持工作 之后 凭借良好的形象跟主持功力 又陆续主持了悠久的长江三峡 亚洲歌坛 亚洲官 深夜中的王国中日歌会等大型节目 让其成为日本主流媒体唯一一位中国女孩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朱迅 也参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先后拍摄了《生命中的好日子》 《梦回青岛》 《寻梦在边缘》 《那胸》 《上海人在东京》 《色谷24小时》等影视作品 让其在日本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 1998年 朱迅顺利毕业发表的硕士毕业论文 21世纪媒体市场战略获得A等成绩 被列入在日中国人大权 被日的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评为 在日杰出华人 1999年朱迅回国 才真正进入央视开始了自己的主持生涯 其实除了朱迅之外 央视的很多主持像撒贝宁